从催眠里面知道 人有过去识 过去不止一识 有人在催眠里面说出十几识 二十几识 我看到卫斯报告里头 曾经有一个人 好像有好几十次 推到前面的时候 推到差不多四千多年 在上古时代 他们居住还没有房子 居住在洞穴里面 在那一个时代 这就是灵魂专世 六道真的不是假的 在古印度 释迦摩尼佛那个年代 印度 宗教之国 他们宗教的信徒 都有禅定的功夫 学术界里面 都知道修禅定 在禅定里面可以突破空间维持 也就是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持 他们都能够突破 四禅八禅 他能看到 飞翔飞飞飞翔天 下面能看到阿比迪远 这不是假的 谁得定 谁就能看到 你问那些得定的人 请教他们 所见到的地狱状况 和天堂状况 他讲给你听 大家都讲得的一样 这不是假的 他不是用科学仪器 他是用禅定功夫 把空间维持突破 现在科学知道 确实有空间维持存在 但是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 找不到方法 那么在古印度 这一些宗教学术界的大德 他们在几千年前 如果是从印度教来讲 这印度教长老告诉我 他们的历史 在一万多年 今天 我们这个世界 学术界里头 承认它八千五百年 比我们佛教早五千年 他们自己说 一万多年 我相信 他们不重视历史记载 代代相传 空间维持突破了 那不一样 境界完全不相同 都没有处理六道轮回 所以灵魂 实在讲 中国圣人 对这次事情 我想他们也知道 知道怎么 他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一般 一般这个 世俗的群众 没有这个境界 不说好 说了说 扰乱他们的心思 让他们也就胡思乱想去 不如不说 尘都没道 所以夫子 他所讲的是人道 天道鬼神 很少说 那么这都是说 机感不同 所以教学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我会听说 我会听说 这个人道 也讨厌 我会听说